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型文化收藏节目 画山乐剑 我是主持人田田 欢迎您收看 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专家老师 欢迎大家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店主朋友们 欢迎你们 那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我们也将发布两个重要的公告 一个就是画山论剑将在全国寻求 海选鉴定的合作伙伴 把海选健保的福利汇集全国藏友 第二个就是画山论剑将官方开辟 一对一的精品小课堂 藏友可以和指定的专家老师 一对一的学习鉴定的知识 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画山论剑的官方微信 或者是电话咨询 了解详细的情况 开启今天的健保之旅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您怎么称呼呢 王允 王先生你好 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呀 您看 像我看的那个电视剧里边那种老板 但是是清朝的老板 我是一个装饰公司的老板 挣着工资的老板 您看 装饰公司的老板 装饰公司的老板 对 就是那个搞装修的 对 就是我们现场的这种中式的装修 也可以这么说吧 北京麦当劳我装修了好几个 那您装修麦当劳 这样跟人谈生意能行吗 还行吧 我听您口音也是北京人是吧 对 您是这个满族吗 您说对了 正宗的整黄旗 整黄旗 对 不错不错 那您这个带来的也是皇亲国旗的宝贝吗 这东西你知道怎么用吗 像是一把小壶 瘦桃形的很漂亮 上面刻了很多字 但是 它是个装饰品 它没有壶盖 这水倒不进去 怎么流出来 考你就考你这点了 嗨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朋友们 肯定印象都非常深刻 有一把这个耀周遥的 清又刻花的 这个提梁倒流壶 水从这儿倒进去 然后再从这儿倒下来 它没有盖 对 但是您这个是什么材质的 它这个是银的吗 锡的 锡壶 对 想起一句这个著名的这个诗啊 很多人都听说过 叫锡壶掉锡壶 锡壶锡壶 这也是一个千古绝对啊 咱们现场这么多智囊团 有文化的咱们店主和专家在这儿 能不能把这个千古绝对给对上来呢 考一考大家 当店主啊 当专家呀 鉴定知识好不行 文化知识也要过硬 这个呢 是个绝对 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呢 还没有一个非常贴切的这个夏凉 它的原說是提锡壶由锡壶 锡壶掉锡壶 锡壶锡壶 锡壶 我曾经想过一个 叫醉翁亭亦醉翁 翁醉醉翁亭亭 醉乎停乎 大概有那么点意思 也是 是吧 哎呦 你可是跟古人齐名了 咱们不管怎么地 咱们也得努力地追逼圣贤 就是 是吧 但是还是最后那个 醉乎 停乎 还是差了一小点 就是啊 就是 这情急之中嘛 这不是 虽然诗很难 但是这个藏品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相信一下就能给他说明白 待会就交给陈老师了 首先请您输入心理预期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三十万 为什么 我呀 最早收藏了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壶 是汪尹仙 一把紫茶壶 也是一个名家了 对 然后呢 我有一个偶然机会上我朋友家 他向我展示这把壶 我呀 这有点像别人说的 看了好东西走不动道 有点这种心情 他看出我特别喜欢 说那你要这么喜欢 你要拿东西跟我换吧 实际上他惦记我那把壶呢 哦 他有喜欢您东西 对 因为两个藏友相互了解 找您买您又不买 对 我得想办法诱惑诱惑您 对 所以说说换一下吧 但是也不对啊 你看紫砂壶 咱们一提紫砂这个材质 就觉得特别名贵 而且您也了解又是名家的 对 那这个的话 它第一材质是锡的 好像就不如金银器听上去 那么高大上 实际我也吃不准 记得现在价值几何 我还想让专家给我看看 考虑它的生殖空间 对 那确实 刚才田田也说了 是一个倒流壶 像这个倒流壶 你看它后有折 前有流 但是就是没有盖 那么没有盖你这个水 或者说是酒 它就要从后面 底下它有个孔 从这里要灌进去 但是为什么我从底下 把这个液体灌进去以后 我翻过来 这个水反而不会漏出来呢 或者说我倒过来 我液体从这里灌进去的时候 水也不会从湖嘴里流出来呢 这个呢 它是应用了物理学当中的 就是相连器物的平面等高原理 它这个湖里面呢 它有一正一反的两个通道 那么这两个通道的这个长度呢 它都是等高的 当我把这个液体 往这里倒进去的时候 这个液体从里面充盈充盈充盈 充盈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等高了 那么我翻过来的时候 这个液体充盈在这个位置 它也不会从中间那个孔里面流出来 但是呢 当我往前一倾斜 我这个联通器一面等高的 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产生了红锡的那种效果 那么这个水就从底下 从这个湖嘴里就流出来了 吃饱人拿来的 上面有个人名叫沈郎亭 这个沈郎亭呢 是清代中期的 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 一个做西湖的一个名家 他做的器物呢 可以说是古艺文味 这个趣味盎然 但是说了半天 您拿来的这件糊 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经我鉴定 是 真品 怎么样 它是一件清代中期 自西民家沈郎亭做的 西道流湖的真品 而且是一件精品 好 谢谢专家 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呢 第一 它这件这个道流湖的 这个西字很纯净 整个造型呢 也很厚重 而且它的形象 整个线条 各方面的这个器物的 让我们感受到 就包疆很厚重 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 清代的 西器当中的真品 虽然它是沈郎亭的真品 但是我们拿去交换的 那个汪野仙的紫砂糊 也是真品的话 不一定赔了赚了 同时说您买的不是十万 现场啊 咱们让大家伙 帮咱们来送算这个账 好吧 好 请专家输入估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问问现场的店主朋友们 在您店里 这样的糊要多少钱呢 西器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现在市场追捧度 倒不是很高 像一般这种糊就几万块钱 所以我给你出一个 那个比较这个保守的价格 还有升值潜力 店主给出的第一个报价是 18万 你这件西糊确实很好 西呢它是一个环保的这个金属 为什么用西质呢 就因为西没有杂味不腐蚀 所以呢给你点赞 你这件西质倒流壶非常好 我也给你一个 就是说不高不低的价 店主的点赞价是 20万 点了2万块钱的赞 那我再来点个赞 好 还有加 对 好 第三个报价是 22万 对 我家呢 原来也收藏了一个 实际的倒流壶 还想再荣游一把 所以加了2万 现在就来揭晓 专家的估价 来看大屏幕 那么为什么我们给这个壶 16万的一个估价呢 14年的时候 北京的远方国拍 曾经拍过类似的一把壶 当时的拍卖价 就是16万块钱 毕竟像这样的文丸精品 它都在不断地上涨 我们给一个16万的这个估价 也是比较保守的 您感觉怎么样 我没赔 那倒也对 我们10万块的东西换着呢 藏品可以获得 画伤论念节目组 一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恭喜您 谢谢 你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是的 经常看 我哪天都看 每次都看 比其他的台更有特色 为什么呢 他都会组织那个店主 这也是对我们这些收藏的老百姓 一个比较大的触动 掌声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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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称呼呢 我姓张 叫张义 哪里人呢 河南人 来看看您的这个藏品 通过大屏幕来观赏一下 这个是芙蓉花 对 芙蓉图 因为我就想着我一看画 其实很多时候 你说他的艺术感受力怎样 我觉得我水平一般 我还先看我认识的这个字 看看是谁做的 谢智柳 大名家 跟在座的专家一样 是特别特别有名的鉴定家 之前我们节目 来过他的芙蓉花 来过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真的 两次是假的 我这次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我从他的一个印章 和印章的颜色看 这是个真的 您比较了解这个篆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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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自己会做一些篆客吗 会的 会的 对这个喜欢 会上行家吧 不是说行家 喜欢 喜欢 那您是怎么得到 这样一幅画的呢 这幅画是过年时候 回老家 回老家在一个朋友家 看到了这个画 当时这个朋友呢 他不想卖 经过多次协商嘛 后来他说的就是说 让我给他制作 两个赚客的图章 当时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十万 十万块钱 对 再加两方您刻的这个印章 对 那就是板上钉钉地 认定他是真的了 今天啊 我就来 叫专家看一下 再一个 我给这个黄婷老师 说一下哈 黄婷老师在这个 平时 鉴定这个画上哈 就是有一定的套路 有套路 对 从这个整体的布墨啊 还有一些这个 背墨的线条啊 但是我觉得 黄婷老师啊 你在这个 鉴定这个画上啊 没有注意这个 印章 黄婷老师老师说 我看他这个笔法神蛮气足 这个用笔 好像还就是印章说的少 这位懂印章 会撰客的池宝人提出 专家黄鼎 在进行书画鉴定时 往往只是从提款 绘画技巧 笔墨用法和线条状态 去鉴定书画真假 而对书画所包含的重要元素 印章却很少提及 真的是非常激动 我感觉眼睛一亮 相得益章的这么一种艺术效果 那真的是神玩气足 那么书画里的印章 是否如池宝人所说 也是鉴定书画真伪的 一项重要标准 黄鼎对印章的忽视 是无心之师 还是有意为之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垂巡热线 010-8414-8511 详情请关注 华山论剑公众号 你说得对 但是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打比方你现在到银行取存款 哪一家银行会让你盖章 而不让你签字 有没有的 所以说印章不重要 签字比印章重要 第二个问题我再问你 打比方我跟杨老师非常熟悉 你说看杨老师的脸呢 还是看杨老师口袋里那张 离休证明 我就问你 是不是这么道理啊 你看谢志柳先生 已故已经多少年了 他家里那几方印章在不在 都在 所以你说去看那些印章 现在拿出来干 印章是真的 画是真的吗 杨老师 这个印章啊 因为还有印仪 和印章精确度 对 也能坚定这个画的历史 有多长时间 这只能是相对的见证 你诸不知 你看到街小巷 到处 电线杆 墙壁上都有两个字 半证 什么证他会做不出来 还不就是印章 所有都能做吗 我做一个印章 谢志柳我盖上去 那乱不了针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电脑字版的印章 一定就能看出来吗 你看这个印章啊 它这个从这个材料说来说吧 有这个玉石的呀 黄金的呀 象牙的呀 但是盖出来 电脑字版能看出来吗 我制作了材料啊 还有在这个雕刻方面 就是说你想这个 有这个书画 彰化 还有说这个刀 刀刻那个 那是一种技术 电脑不一定能刻出来的 电脑它搞得这个比较均匀 可以模仿得比较接近为止 模仿到让人肉眼 很难觉察出 真跟假的差异为止 我明白他们两个 分别说的是什么问题 黄老师说的那问题就是 当我已经能够通过 充分的证据证明 我不需要在这个印章上面 再着重地去分析 但我也理解这位藏友 因为的确是就是说在 比如像有很多 这个特别是比较火的 大家一起去研究的这些艺术家 他在不同时期 他会刻意地去换一批印 换一批泥 那可能你上来一打眼 说这个一看题款 说这是哪年 这老爷子大概七十多岁 那会儿人家不用这个印 后来才出来了这一方印 甚至有一些 比如说我八十岁的时候 我有一新感悟 我新刻了一方印 那上来第一眼 就知道这印有问题 对 爱玲说的是 另外一个层面问题 就是印章可以证明假 却不能证明真 实事求是的说 我们前一段时间 还刚刚看到了就是高科技 原来是这个刻完印之后 哪个地方这个冲口 裂的 崩的 这个效果 它是浑然天成的 你很难说 我崩一一模一样的 我得做多少个 所以就多少 还是能看到瑕疵 现在完全3D建模 拿激光枪 特别小 特别细 高科技 盖出来真的很难分辨了 我真的想说 鉴定这行套路太深了 其实外边太多 纷纷扰扰 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还是从本心出发 对 来输入您认为 它的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藏有输入的 心理预期价格是20万 请专家来变甲时针 有请 蟹字柳的名字有个柳子 我们比较少看到它画柳树 但是我们却经常看到花 画芙蓉花 所以有人称它为蟹芙蓉 那么怎么看这件作品 是真芙蓉还是假芙蓉呢 首先先把花瓣画出来 几个点把花瓣的大体形状画出 还有一个很重要 它要画这个花瓣里面的纹路 一丝一丝地把它撕出来 那么花瓣因为有透视 有的是卷起来的 有的是向前 向后 向左 向右 那么要把这个一丝一丝地 透视画好很难的 一般照夹着一画 整个花散掉了 第二 看这个叶 它有个特技处理 浓墨或者偏淡的墨 很没有钢的时候 它要做一个射破墨的一个技法 如果是真的 那么形状很好 很美 很生动 如果是假的呢 因为照假的火候很能把握好 马上就把这个形状冲跑了 还有这个石头 如果是真的呢 它是三下午除了几笔 几条线一勾 整个形状就简洁明快地表现了 所以这到底是谢芙蓉还是假芙蓉呢 我的鉴定结论是 郑鲁蓉 为什么我们这么激动 因为它的技法真的是技高一筹 画得太拿手了 太随心所谓 你看每一朵花 它这个纹路就太清晰了 整个花绽开着 而且不同的姿势 不同的美 还有这个叶子 整个又是叶子 同时又是那种 被秋雨浸泪下的叶子 你看多美啊 是不是画了已经是 81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的 整件作品看着就还是 湿漉漉的 真的是秋雨太充分 所以我觉得 绝真无疑 现在给它顾个家 专家的顾驾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再来跟店主交流一下 好吗 好好好 我们这位河南老乡啊 这老张呢是搞眷课的 我认识他 认识 在圈内呢还小有名气啊 回头我还找你求两副张啊 欢迎欢迎欢迎 你们两位都是河南老乡 对 这里又是河南女婿 她的夫人 这个陈佩秋 是河南南洋人 现在的名气在上海那一带 非常之大 就其作品来讲呢 像这种花卫 胡同花 发的是真是鲜艳欲滴 在我心目中说呢 我给出价位 说实话还是很低的 夸了半天 有个低价 电主报价是18万 还行 还行吧 谢日刘本人 因为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 它这个几个阶段的 变化状态也比较大 有一部分作品 可能是在过渡期出现的 还有一些作品呢 我个人认为 可能是偏应酬制作 因为毕竟交友也比较广泛嘛 所以市场上 这个精品和非精品的价格 又会出现 两个比较大的极端 那我也认为 这幅作品整体上 在技法层面也是 比较精品的作品 所以我给你一个合适的价格 看一下 爱管给出的报价 16万 我给你的这个价格 是如果你现在出手 应该可以直接出得去的价格 下面来揭晓 专家估价 15万 谢之柳 它的作品在四百万 它有特殊性 将来可能还会高 为什么呢 它是大鉴定家 知名度很高 而且我们搞的收藏 跟鉴定关系太大太大了 是不是 所以对它是很有利 那么市场上 像这样的作品 应该是每平方只 三到四万 所以这件作品 大概四平方 我给它估个 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供您参考 好吧 谢谢专家 藏品是真品 可以获得画山论件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感谢你的参与 谢谢 您好 您这次带来什么榜面 带来一个咱们北方的展 我认为咱们北方 在北宋的时候 比南方的茶器 精美程度要高得很多 南方的建展 它代表了一个南方的茶文化 看看到底咱们北方的好 还是南方的好 就是个这目的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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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老师好 怎么称呼呢 免贵姓高 高飞 从哪来的呀 从山西 山西 对对对 也不太远 也不太远 但是我看您小片里说 这个北方的茶展 我就挺纳闷的 你说南方和北方的茶展 有啥区别吗 它这个是南方用于建窑 积州窑一些茶展 在这个好多拍卖场上 可以说是屡创高价 实际上真正能代表 咱们这个北宋实际 传统文化的一些窑口的东西 你比如说咱们河南窑场的 或者是河北窑场的一些 比较精美的东西 不受这个广大常用的重视 我有个朋友 就有一个展 拍了一百多万 今天就是这个不服气吧 所以我今天来了 就带了一个这个当阳玉的 一个斗笠茶展 从工艺上 整个艺术效果上面 去比较一下 到底这个北方的和南方的 差距在哪 为什么价格曲线这么大 那您是专门做这个职业的吗 也不是 我是做煤炭贸易的 您就是传说中的煤老板 和传说中的煤老板 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是做贸易的 不是靠挖 但是也是大买卖 那还说是可以吧 中文言的 那您买过这个 最贵的一件藏品 是多少钱呢 哎呀 最贵的吧 是15年的时候呢 我把我几乎14年以前 所有的藏品 一些精品 我捐到我们当地 山西省博物馆的 山西省博物馆 对 规格很高了 对对对 他都收了 说明他对这些藏品 都很认可 对对对 当时一共捐了 我觉得是29件套 其中有一件 那个定谣的一个菊花盘 那10年左右的时候 有人给过100万 我没有买的 一件就100万 一共捐了这个29件 都捐给山西省博物馆了 对对对对 哇 真的是太棒了 我对您的这个藏品 更加好奇了 这么专业 而且拥有财力的一个常有 带来的东西 那得多好啊 当阳玉的斗笠茶展 工艺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大 特别是这种斗笠型 在力学的原理上 它不容易成型 多少钱 也不好说 反正大几十万买的吧 大几十万买的 大几十万买的 好 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让各位老师 给看一下这个 咱们就是和建展 从工艺上 从这个摇辫上 从这个整个来 这个PK一下 好 首先请您输入 心理预期价格 常有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一百万 我要支持一下 这个持宝人 我觉得你这个梅老板 有点狠 你看都玩黑的 黑的梅 黑的茶仔 但是黑的梅呢 为你带来了残妇 你又把这黑色的 这个财富呢 转换成了一种 黑色的文化 你看这个黑的茶仔 代表了我们的茶 你看这个玩黑的 像你这样的 玩出境界来的 华商论界你读一份 来 接下来我们就请 专家跟我们一起 玩黑的变价时针 有请 今天呢 他给我带了一个难题 他说了 你这个建谣展 一卖就卖 这次好像最近的一个 卖了一个八千万吧 是不是这样 是吧 对 我这个也不差 十八万万 你这是南方的 我是北方的 我要来给PKPK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 你就给我 设了一个难题 那么当阳玉窑呢 应该是在 磁轴窑这个庞大窑戏里的 一个娇娇者 应该说 他的造诣非常高 首先从他的风格上 首先从他的风格上 他的变化非常多 他的气形和装饰品种也非常丰富 工艺也非常精湛 他的主要品种呢 可能有这么多 比如说脚胎脚幼是他出的 对吧 对对对 磕花蹄 各种填彩的磁瓶 彩绘的磁瓶 磁器是他造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黑色的又酱色的又这么一个品种 这个可能就是属于这个的 对对对 属于这个品种里面 那么你也要不要低估建谣的成就 他必然是在历史上开宗立派 确定了黑茶展这样一个系列 为中国的茶文化呢 立下了汉堡孤唠 我建议你还是别PK了 南北茶展各两好 是一个互补 互相弥补的关系 南北的茶展 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茶展艺术的一个系列 出来谁都不可 可以说是株莲碧核 但是作为当阳玉啊 咱们北方那些窑口 在这个北宋的时候 无论从政治和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讲 当阳玉挨在那个当时的北宋 首都开分比较近嘛 它应该有得天独厚的这种生产呀 或者消费呀这种需求 应该它无论它的知名度啊 产品质量啊 应该是高于建阳这些的 所以有些的观点我还是不赞同的 这样吧 你看咱们这个藏家呢 他是山西人 咱杨师老师呢是北京人 对 说来说去你俩北方人在这谈嘛 要不然这样 专家老师先给咱们鉴定真假 听听南方的店主什么观点 好吧 经过我鉴定 她是 真品 是北宋当阳玉挨黑又摇变飘雪花的大茶盏 这个呢 这个呢 大家来看 气形大 18公分01 这个气形很大的 所以拉披的时候呢 很难 难度很大 烧成的成品率也很低 我们再看看呢 它里面呢 有这个 昏远天成的这么一个摇变 是火的意思 也是很难得的 好 下面我也给她估价啊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接下来将要面对的 是来自南方的店主 他们对这间北方窑口的藏品认可吗 来 谁是南方人 我是中间人 河南信仰 对 河南人算是地处中原地区 对对对 因为信仰嘛 也是产茶的一个茶产地 茶文化的气味呢 我也是很喜欢的 这个茶展呢 你观其行运 它的摇变色 它的气形的优美 只要你过去 认真仔细地来去欣赏它 它的价值就会高 因为呢 目前呢 我们对这个拍卖记录啊 国内呢 没有什么价格参考 所以说我 只给了我心里的一个价格是 好 第一个店主报价是 六十万 其他的店主公众呢 这样的茶展确实比较少 它的这种抖力型 比小的 就是扩大版嘛 就是做起来非常难 请店主输入报价 店主的第二个报价是 六十六万 两个店主报价都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高 咱们还是来看一下结果 跟专家老师来学习一下 它定价方面的一些学问 揭晓专家估价 五十万 少很多呀 这个东西是每个人一个见解吧 这种茶展的话 现在十八关分以上的这种抖力茶展 很少见 很少见 可以说就见不上 当现在这个价格 这和我预期的肯定是很有 反差很大 那么我实际上是同意你那个一百万的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是我的职业的经验 有修 小修 有一道冲 那么我就一句话 一冲则半价 五十万就没了 所以大家有这种好玩在手里头 千万不要损坏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事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还是 第一次 第一次 这是带了几件藏品 带了五件 五件带了 上过节目 上过节目了 那这次又带藏品来了 对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怎么称呼呢 我叫韩建国 哪里人 北京人 据说您带来的这个藏品 太大了是吧 对 来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登场 这是一个保险箱吗 看一下 上面写的还是英文 英文 那它怎么跟英国扯上关系了呢 不是英国 是荷兰 怎么说是从荷兰呢 我在荷兰朋友很多 他们就跟我讲起了这个瓶子 说是今天到了这家了 明天又到了那家了 但是它的价格呢 总得往上抬 好像在 很多人喜欢交易着 从A店主卖到了B店主 卖到了C店主手里 价格是一路上涨 对 算是当地树桑圈里 小有名气的一个东西 对 对 我想把它买回来 这还没聊着呢 一老外 来了 他也想买 我们俩就叫人进了 一叫进就要多花钱了 那肯定的呀 花了30万公元 差不多200多万人民币 应该是200大几十万吧 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这个是明朝万历的云龙青花瓷 200多万 差不多 对 请您输入心理预期价格 好的 藏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300万 这个宝本六升值的价格 对 但是因为您这个东西太大了 我们请专家上台来变价时针 来 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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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先看一下这个罐子 这个罐子挺配我的几节的 太配了 只有我能把它举起来 能举起来吗 对 应该可以 千万别举 千万别举 因为这个罐子的尺寸我知道 51点几公分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标准样式 对 见过类似的 上海博物馆有一只 几乎一模一样 那一根博物馆扯上关系 觉得这东西的身价 蹭就上去了 这件东西呢 体型硕大 制作起来的难度也非常之高 我们历史上呢 其实做青花瓷器 尺寸很大的 非常之少见 首先它的用途呢 因为在这个嘉靖时期 皇帝是重庆道教 龙庆万利 也受它的影响 所以道教在那时候比较兴盛 那么这件东西生产出来呢 应该是道教的这个祭祀的用器 就是祭器 所以这件东西的文式 样式 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样式 那么底下的写的款式 是大明万利年制 这个瓷器发展到万利时期 因为这个政局的不稳定 国力的衰退 那个景德镇的育瑶厂 基本上已经停烧了 所以这件东西如果是对的 应该是最后的一批明代的 玉瑶的产品 应该是西式真宝 对 所以是 如果东西对是非常珍贵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上面画的花纹 我们看两条龙纹 是云龙纹 带着个火焰 非常的威猛 这个龙是头是朝前的 那么翻过来这个龙纹呢 回头 是回头的 这个回头的龙 和这个向前的龙 一个是回顾历史 一个是展望向前 代表帝王对时间的一个掌控 我们再看这个侧面 有个瘦子 从上边到底下 是一笔盘成一个瘦子 瘦子的上边接天 底下接地 那么代表着帝王 对空间的一个掌控 整体寓意呢 有明显的 皇帝为自己起伏的这个特点 综合来看呢 我的鉴定意见是 万力官窑真品 请专家回座 输入顾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到底这只大罐 现在在国内市场的行情怎么样呢 店主朋友们 这是一件那个明代的 青花云龙纹大罐 然后在国内市场 08年宝丽曾经拍过一只 50多公分的 51公分的 质量比这只差多了 那个多少钱呢 那个是246万 我记得是 08年 然后我给一个 我认为的价格 店主给出的第一个报价是 220万 我们这个比08年那个好多了 怎么还不低了呢 这个它毕竟是 靠底部的地方 有一圈小的摇猎 整个底一圈 感觉都裂开了 对 但是不影响审美 其他的店主呢 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 我想拥有它 因为我看见的 家境也好 龙庆也好 万利也好 拍卖场上 包括市场上见到的 大缸 大多数 气形都有点变形 颜色也没有这个颜色好 我的股价是 这是一个 想买它的价格 对 180万 没什么诚意 我们都有人给220万了 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 我出手价钱是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买的 在市场上 我放几年 还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守龙的 他跟我讲了好多年 一定要找一个 龙文的青花瓷器 今天见到了 刚才那一份的 我给他发了信息 他说你跟那位朋友谈谈 是不是能卷上给我呀 结合刚才他们两个出价 反正我给 你要不要现在跟你朋友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 已经授权了 授权价是300万 他给我300万我也不卖 因为这个呀 它是一种情怀 我是专门 到了荷兰以后 去寻这个 真的太棒了 下面就来揭晓 专家输入系统的估价 下面就来揭晓 专家输入系统的估价 200万 其实这个罐子呢 在这个13年左右的时候呢 价格基本上 要在260万到300万左右 我们现在稍微这个 晚明时期的时期 之前呢有个回落 当然是回落还不可能说 一落到底 有含金量的艺术品 永远是波动再往高波动 波动再往高波动 是一个上升波动的一个趋势 这个200万是现在 可以成交的价格 恭喜您 藏品是真品 可以获得华山论件节目组 为藏品颁发的 真品证书 恭喜 先生您好 您拿的是谁的画呀 谁的作品呢 我这个是七白石的画 现在市面上 这个七白石的画 是假的多真的少 我就想把我这画拿来 让大伙看看 什么样的 是真的 真自信 我这就是真的对吧 对 让专家也看看 我这画现在到底能值多少钱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主持人好 你好 各位专家好 我姓张 哪里人 我是来自北京 北京人 在小片里说 让你们看看 真的七白石 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90岁白石 凭什么认定 它就是十大十的真品呢 这个画啊 是我的爷爷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那会儿呢 花了十几万买的 五十年代 十几万是什么概念 最早那个人民币啊 一万块钱等一块 十几万到十几块 差不多就这个价格 你别看那十几块 在那会儿也是挺值钱的呢 是 当时十几万能买什么呢 要是买猪肉能买五十斤 是吗 买大白菜买三百斤 十几块钱相当于 一个人的一年的口粮 一年的口粮 对 粮食 所以说十几块钱 够请咱们全场的人 吃上一个月的饭 真是了不得 但是当时花钱多 其实也不太能说明问题 因为在更早的时候 大概建国以前 三四十年代 七白石就非常的 已经出名了 火了 他这个假话就很多了 我拿来的目的呢 其实也是 一个呢是想让大伙看看 还有一个呢 我也想让专家 给我确定一下 鉴别一下 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想让专家 为咱的这个自信 来背书给盖个戳 官方认证 对 好 首先请您输入 心理预期的价格 藏有输入的 心理预期价格是 六十万 请专家来 变甲时针 有请 首先 我要说什么 因为齐白石的作品 真真假假 每次健保过程中 人见度是最高最高的 所以齐白石 到底是真和假的 所以我们还是看东西 首先先说 你刚才说的 这个五十年代的东西 我先鉴定 是不是五十年代的东西 表现上一看 真的是老包腔 原装老表 这个片子 非常地道的 但是齐白石那么贵的 怎么连个镜框 肘腕什么的都没有呢 保存这样更方便 鞋带方便 你要镜框拿得多麻烦 对不对 那么成 那么第一次鉴定你这个表现 我在鉴定你结论是 真的 但是表现是真的 你别高兴得太大 还在看作品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接着要鉴定作品 有可能表现是真的 作品不是真的吗 对了 因为五十年代就有造假 名气一大 造假的多的是 对不对 所以第二层面才是 鉴定真和假 那么齐白石这样的作品 怎么鉴定真和假呢 所以我们也讲一句 因为齐白石的这个技法 很独到 他这个用墨用笔很特殊的 他在画虾之前呢 先把这一管的毛笔做来一些技术处理 他一般用的这个笔毫笔 大概三公分肯定有了 还要偏肥大一点的笔 比较分满一点的阳毫 那么画之前呢 先把这支毛笔这样的清水 画下去的时候 每一笔都有这种笔触很明显 墨色呢 要稍稍晕开一点点 几个要点 比如说虾结 它每笔下去大概一节两节画个五到六节 每笔之间有融合在一起 有交错在一起的 如果是真的呢 一定可以看到笔触 笔横 而且是微微晕开一点 不会太多 如果墨一太多变胀了 就结构的概念就不明确了 那种造型很难达到生动 还有那个虾头也是 每笔下去都是通透的 水墨 微微盛开的 感觉上有透明感 还有那个虾的这个尾巴也是 像舵一样的三笔 中间一笔 左边一笔 右边一笔 一定是有透视的感觉 所以任何一个要点 一看都能看出真假 那么这一件提摆石 经我的鉴定结论是 听我的鉴定结论是 一眼角 你看它这个是怎么画虾的身子的 你看 每一段每一段 哪里有结的概念 简直就跟像一个棉花团一样 是不是 然后尾巴也是 那个感觉上有透视感嘛 那个是乱画的 是不是 还有那个虾头 一点没有通透的感觉 虾本来在水里是不是 感觉上是透明的 而且虾虚啊 一定是那个很触角 很灵敏的那种状态 一定要画出来 他都没画的 非常遗憾 太遗憾了 很遗憾 感谢你的参与 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守候与支持 也感谢北京潘家园 天涯古玩程队节目的 大力支持 下周日晚让我们继续相约 画山论剑 我是田园 下周见 再见 下周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